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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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盛开双眼 遥望未来 街上的地方阳光伸开 时间的沙漏来不及等待 花心这世界蔚蓝的色彩 蓝色天空梦的花海 考虑选下告别舞台 此刻去寻找它的存在 我在期待 The blue sky 我在等待 继续等待 遥远的爱 手机的光芒始终携带 那包括一切的特有色彩 Tell me you're feeling 最遥远的飞行 记录每个场景 I just do I 在重新定义 让孤单变得热情 所有的画面 In my heart I just do I I just do I Baby 自由的过渡 在新世步 月下的烟花 浪漫礼物 而原来你就在 不远处 I just like you Baby 静静跟随 I just like you Baby I just f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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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Baby What the hell I things do you I just feel you I just feel you I just feel you M I just feel you I just find you I still feel you I just feel you I just feel you See you Baby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嗨嗨 大家好 我是SNH48MAX的刘胜男 小树 这是我第一次在上海的舞台进行发言时刻 有紧张 但我希望我不要把它搞砸掉 首先在这里 再一次正式的感谢我的粉丝 在去年为我投出的第33名北京Top4的好成绩 这种安心的感觉很棒 确认的信任温柔的理解 和善意的为对方着想 想给到对方更多的帮助和爱意 你们一直以来都做得很好 很好 谢谢你们 从19年到21年 我有着几次再次出发的时刻 选秀面试时的被选 突如其来的疫情被困在家的半年 人类的渺小而被卷入时代的洪流 从之前的队伍 一个人来到了一只新的队伍里 我的体制应该就是当 事情透露出一点好的趋势 或者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 做好心理准备 在一次好好认真生活的时候 就会给我一个算不上大 也算不上小的转折 说是时运不好也行 总之就是这样 我们不可能乘坐时光机器回到过去 也不可能让时针倒转 青春是会晃动的 但认为身边一直有大家就很好 有大家的陪伴就很好 上一个夏天 当得知需要安排一级时 我的老师说他最担心的人是我 我当时很诧异 因为我一点都不害怕 我一直坚信你只要真诚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大家都会自然地接收到你的可爱之处 人是最能适应环境的 但我当时我有遗漏的一点 是时机两个字 去年九月 学完遗忘的国度公演之后 在剧场和大家碰面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去到了海口 等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年末了 回来后的一段时间的舞台里 有的公演曲到了我的分词的时候 能感觉到台下的大家面对面地 在很努力地向我确认身份 这一切都太自然了 也太需要时间了 但当时的我很擅长给自己打气 我会隐藏犹豫不自信的情绪 因为我不想让自己变得不酷 每次状态不好或者感到难过的时候 我就会建立很多层屏障 把自己保护起来 这样的情绪 我怎么能这么开心 这么积极地语气说着这些话呢 这样的情绪一点点积攒起来 厚度 在四月那个厚度实实在在 杂楼在我身上时 我的叶子都要掉光了 我才发现 我好像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有阴影的角落 没有暗处 只有阳光 24小时从不间断 明亮温暖 阳光普照 就算别人都说 不用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心里还是总觉得 我要做得更多 要有更多的发展 要有更多的成长 就像是进走马一样 害怕一停下来就要退出比赛 对自己的期待 似乎才是最沉重的 别人写 这个自我接纳的过程 很难被外界缩短 就是跟自己干一场无畏的价 没有输赢对错 无法自处的人好像飘在北极 脚底下的冰越碎越小 然后你就只能开始跑 从一块浮冰跳到另一块 越跑越快 并且知道自己跑得再快 黑夜一来的时候也得冻死在海上 直到某一天 你发现 你不一定要冰变成船 你可以是船的 破破烂烂的船也能飘走 我有遗憾 是没有把自己的世界做得好好 想让大家一进去就能感受到 我的空间虽然不大 但里面全都是我 也才察觉到 人有一个梦想 去实现这个梦想之后 是还会有着新的梦想 但我不想眼高手低 不要欲望高于能力 当成一场体验时 也想全力以赴 想走的每一步都算数 去年舞台上我说着 我的光不要散 我的光不要散 我就是要这个世界 有一个光是为我打的 我就是要有一个舞台 是为我亮的 我要这个世界上 有人是为我而来的 那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不能左右的事情太多了 人生本来就是无意义的 所以需要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 创造会给人生的无意义 带来乐趣 油垛只会使人感到生命的空白 疲软枯萎 也希望大家能使自己愉快 如果世界上能有人永远年轻 我希望我们都能是那个人 插队是一支永远愿意选择努力的队伍 希望努力的大家都能得到结果 这就是最大的公平 今年我的总选目标是全团第28名 现在的我是队内的五号位 我可以再往舞台中心靠近一点吗 我想要再往舞台中心靠近一点 请陪我一起去靠近吧 总选舞台的那个夜晚 会让人觉得这是一个多么美丽 但是又遗憾的世界 所以我希望这一次 它会是一个美丽的世界 谢谢 谢谢 谢谢